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又可以談一談 有關美國草擬香港人權和民主的法例 這個法例 我自己覺得通過對香港來說 是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在宣傳上 在道義上 都會對香港當前反對共產黨的鬥爭 是產生很大的鼓舞作用 但是 我們也要恰如其分地來評估一下它的真實作用 因為它的真實作用 其實與香港關係法是相差無幾 它說要求行政當局向國會每年提交香港問題的狀況 看看香港能不能夠繼續享用香港關係法所賦予的特殊待遇 其實這個條款在香港關係法裡面已經有了 以前來說 美國政府也要每年向國會提交一個這樣的報告 只不過是提交了十年之後 認為中共對香港的承諾都不是太差 所以有幾年沒有提交 但最近這兩三年也都重新提交 所以這一點來說 我自己覺得沒有新意 唯一的新意就是制裁 制裁一些影響或者削弱香港人權和民主狀況的人 我覺得這一點表面上都會起到少少的阻嚇作用 但實際上我都不覺得它會真的起到 即美國不會真的這樣做 譬如大家都知道 什麼導致林鄭可以這麼肆無忌憚去鎮壓香港的示威人士 就是習近平 你說美國會不會制裁習近平 是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這個法例看起來好像很好看 很有壓力 但實際上它不做的時候 你都沒有用 現在這麼多年來 中共像是真真正正動手 是凍結了一個解放軍將領的美國財產 但這個實際上影響都不是很大 除非你說今次在《反送中條例》之中 將香港警察局或者林鄭全部班子 林鄭、李家超或者鄭若驊都列為被制裁人物 除非這樣 你真的有效 但我不相信美國政府會走到這一步 所以我覺得 這一條條例 在聲勢上 在道義上 是對香港的抗爭運動 是有幫助 但在實際上 我覺得 那個幫助 那個意義都不是特別大 但呢 變成我們香港有一個平台 可以每一年都去遊說國會關注香港的問題 每一年都可以提出一些 令全世界都要注意的 有關香港狀況的問題 我覺得那個好處可能是在宣傳和道義這方面 實際的問題呢 我覺得我們香港人要作出恰如其分的評估 是